第九百三十七章破庙 夏侯傲天坦然道 姑娘不必惊讶 小生开个玩笑而已 这里荒山野岭的 好不容易有人陪伴 顾言语轻浮了些 还望姑娘不要见怪 她用一根湿漉漉的枯枝拨动炭火 弄出火星道 赶紧过来烤火把 莫要染上风寒 那秀丽的女子这才缓和神色 礼貌道谢 在炭火旁坐下 大雨持续下着 乌云层层叠叠 天光暗淡 如同黑夜 女子瑟瑟发抖地烤了片刻 脸色渐转红润 夏侯傲天瞥眼箩筐 里面都是些很寻常的草药 有只跌打损伤的 有只风寒的 有话谈润废的 S级的副本里 竟都是些寻常草药 就没有天才地宝嘛 夏侯傲天在心里失望地嘀咕 姑娘是附近村子里的药农 夏侯傲天主动开口攀谈 荒山野岭的 没有山贼也有野兽 怎么让你一个女流之辈进山财药 女子叹了口气 阿爹前些天上山财药 摔舌了腿 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妹妹要养 我便只好进山财药 换点银钱 夏侯傲天又问 家里可有富贵亲戚 女子摇摇头 夏侯傲天嗷一声 沉阴几秒 忽然指着女子身后 道 看那里 女子下意识地回头看去 夏侯傲天趁机抬起机关母 瞄准女子的胸口 扣动扳机 蹦 弓弦清月 弩剑深深扎入女子胸膛 鲜血迅速蕴染开来 染红了衣衫 年轻的女人扭过头来 难以置信地看着夏侯傲天 旋即歪倒 双目圆瞪地死去 夏侯傲天把女人 箩筐里的药材取出 放进自己的箩筐里 等进了长安 可以拿去换点钱 她杀女人的逻辑很简单 这里离长安不远 也就一天的矫程 既然进长安是支线任务 那么途中一定会有危险 一天的矫程里 遇到的所有NPC 都有可能是 居心叵测的敌人 射杀女人 等于把危险扼杀在摇篮里 如果杀错了 反正是副本NPC 下次就刷新了 唯一需要确认的是 杀少女不会主动引发危机 所以她刚才询问少女家里 是否有富贵亲戚 得到了否定的答案 稳如老狗 她正这么想着 忽听敲门声传来 咚咚两声 在寂静的雨幕里 突兀又诡异 旋即 门外传来女子软弱的嗓音 公子 奴家是附近的药农 进山采药 突于大雨 想尽妙避雨 门外传来女子软弱的嗓音 门外的声音 跟刚才她猎杀的少女 一模一样 连台词都一样 夏侯傲天 脸庞缓缓僵住 猛地看向射杀的少女 灯时瞳孔收缩 少女的尸体不见了 这时 门外的女人说道 里面有人吗 奴家要进来了 夏侯傲天心里涌起一股凉意 她死死地盯着店门 握紧了手里的弩 她预料的没错 雨人就是她前往长安途中的危险 但她没料到的是 明明已经被射杀的少女 竟然又来了 咚咚 咚咚 敲门声还在继续 门外的女人又问道 公子 公子在里面吗 奴家要进来了 见店内的夏侯傲天 始终不回应 门外的女人似乎急了 语气变得急促 带上几分凄力 开门啊 为什么不开门 我知道你就在里面 你还没有走 你再不开门 我真的要进来了 你特么刚刚不就自己 开门进来了吗 夏侯傲天心里骂咧咧 几辈的汗毛悄然竖起 为什么不开门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店门外的女人 叫声愈发淒厉 没了刚才的软弱柔媚 框 框 框 门窗剧烈震动 不停地发出框框的响声 外面仿佛站满了人 你杀了我 门外的少女声音怨毒地说 夏侯傲天绷紧了身躯 直接把弩瞄准了店门 只要外面的女人赶进来 就赏她一发破假剑 这时 门窗震动停止 店外一片寂静 除了犀利的雨声 外面的少女似乎走了 走了 害怕再被我射杀 嗯 我也要赶紧走 不能继续待在这里 夏侯傲天当即奔向兽马 打算立刻离开这座古怪的破庙 她刚靠近兽马 忽然感觉 箱筐里有什么东西在动 隐约有长长的毛发 光线昏暗 夏侯傲天凑过去 定睛一看 只见箱筐里 是一颗女子的头颅 后脑勺对着她 小幅度的蠕动 漏大BV7 3 似乎是察觉到有人注视 头颅猛的转了过来 露出一张清黑的脸庞 蹊跷流血 嘴唇乌黑 圣人的白瞳 直勾勾的盯着夏侯傲天 你杀死我 愿毒凄厉的声音传来 夏侯傲天心里一紧 连连后退 只觉浑身汗毛竖起 恐惧填满心灵 但她没退几步 身后就撞到了东西 惊慌失措地回头看去 更是吓得瞳孔收缩 心脏停跳 身后是一具无头的尸体 身上穿的衣服和刚才的少女 一模一样 夏侯傲天腎上腺素飙升 头皮发麻 本能地抬起机关弩 射向无头尸体 破甲箭矢没入尸体胸口 然而 这具本来就已经死去的尸体 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抬起有着乌黑指甲的右手 掐住了夏侯傲天的脖梗 把她拎了起来 夏侯傲天双腿在空中乱踢 脸庞因为缺氧憋红 眼球布满血丝 舌头一点点吐出 无头女士的力量奇大无比 以她目前的体质 都无法对抗分毫 身后 马背的箩筐里 传来七粒怨毒的声音 你杀了我 你杀了我 夏侯傲天意识逐渐模糊 踢动的双腿越来越无力 就在这时 她拇指传来一股清凉的力量 就像一桶凉水 一块尖冰 带来了让灵魂打哆嗦的刺激 夏侯傲天忽然醒悟过来 我为什么不反抗 我为什么如此恐惧一具尸体 我为什么不使用物品兰的道具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陷入幻术中了 只有幻术才能把临近行者 变成惶恐不安的普通人 变得被情绪主导 失去冷静的判断和理智 介质里传来的那股力量 帮她打破了幻术 这恰是幻术的弱点 只要有第三方力量介入 幻术就会不攻自破 夏侯傲天猛地睁开眼 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 躺在炭火旁睡着了 外面戚风苦雨 兽马乖顺地站在篝火边 垂着头 时不时打几个响鼻 店外没有敲门声 店内更没有女人 刚才的一切 仿佛是一场梦 但脖子传来的疼痛告诉她 这不是梦 她刚才陷入了幻境 差点在梦中掐死自己 老东西 老东西 她低头凝视扳指 连声呼唤 老爷爷没有任何回应 从进入副本开始 她就和秦代方式失去联系了 虽然被副本封印 但能察觉到外界的动静 所以在关键时刻 传递出了超凡境的力量 唤醒来我 夏侯傲天心生明悟 她不再和老爷爷对话 开始思考自己遇到的是什么东西 幻术领域的职业 只有夜游神和幻术师 而她刚才的所见所闻 遭遇的危机 皆在梦中 从职业特性来说 应该是长梦式 但说实话 如果是长梦式的话 哪怕有老爷爷的帮忙 他也不可能挣脱梦境 夏侯傲天 目光在殿中扫尸 念头急转 拥有梦境能力 没到胜者阶段 以灵异元素吓唬人 可我最怕的并不是鬼啊 除非对方制造幻术的能力有限 实力明明不强 却能进入我的梦境 敌人所表现出的实力 和表现出的特性 产生了矛盾 如果实力不强的话 不可能隔着太远影响到庙里的我 一定就在附近 夏侯傲天打开物品栏 取出一张黑色鬼脸面具 戴上脸庞 这是幻术师职业的道具 主要功能是情绪操控 精神打击 他毫不犹豫地开启情绪操控能力 对方可能有特殊的方法隐藏 但情绪是无法隐藏的 夏侯傲天 还手四顾 没发现店内有异常 便推开店门 立在屋檐下 仔细地扫尸前院 突然 他眸光一明 在前院的角落里 杂草丛生的地方 看到一团团黑色的浓烟 从土壤里生腾而出 是怨气 这一瞬间 夏侯傲天明白了一切 庙里埋葬着一个冤死的女人 怨气不散 花为了厉鬼 本能地吞噬着静妙的旅人 夏侯傲天打开物品栏 取出一件长刀 大步走入雨幕 来到那处怨气生腾的角落 以刀未铲 翻开泥泞 一层层泥土翻开 十公分 半米 一米 刀尖传来咔嚓一响 泥泞里露出了一具尸骸 第938章光明神的追随者 大雨瓢泼 泥浆流淌 那具高度腐烂的尸骸 刚被挖出来 夏侯傲天就看见 地底冲起一股浓郁的黑烟 幻化成一张猙獰的鬼脸 朝着他扑来 夏侯傲天避都不避 挡起发出尖笑 精神打击 那道黑烟凝成的鬼脸 剧烈晃动 将在半空 像是遭受到了剧烈打击 技能起笑后 夏侯傲天连忙后退 深吸一口气 再次发出尖锐的笑声 黑烟凝成的鬼脸 发出愤怒的 不甘的 无法听见的尖力惨叫 缓缓消散 两次精神打击下 怨灵直接灰飞烟面 呼 夏侯傲天吐出一口浊气 重新靠近泥泞中的尸骸 简单观察后 没看出女人的具体死因 但有一个细节 尸骸身上没有衣服 一个年轻的女人死在荒山野岭 被埋在荒废的庙里 身上没衣服 死后怨气不散 化作厉鬼 她是怎么死的 一目了然了 夏侯傲天继续审视少女的尸骨 又发现一个细节 女人的左手只有四根指头 她默默记下这个细节 然后用刀把土填了回去 S级的副本里 任何细节都值得注意 尤其是作为临近行者的 自己遭遇的危险 临近行者是最容易触发剧情的 副本里的故事 也都围绕着临近行者发生 能获益的线索 细节 不会发生在临近行者 接触不到的地方 原始天尊 在亡国之君副本里的细节把控 给了夏侯傲天很大的榜样和启发 填满好诗孩 夏侯傲天返回破庙 脱掉靴子丢入雨中清洗 赤着脚在江西未熙的炭火旁坐下 科举当官肯定是不可能了 想要参与到战争中 主导战争的胜利 我就必须拥有一定的身份 唐代除了科举 还能靠权贵举荐 等到了长安 我可以抄袭几首诗圣和诗仙的作品 打出名气 接触到长安的权贵 然后展现出学识的特殊 通过他们的举荐成为官员 随后 等小安和小史叛乱 我就提议出征 《安史之乱》里能打的武将 只有高先知 哥书汉和郭子怡 聊聊几个 小郭还在跑龙套 没到他的版本 哥书汉和高先知是俩悲剧 我只有半个月的时间 所以 在《安史之乱》爆发后 最好想办法赶往前线 尽早攻略副本 尽早回线时帮原始天尊 半个月应该能攻略副本了 哪怕在耗时漫长的主宰副本 也已经够久了 想着想着 雨停了 靴子上的泥泞冲洗干净 她收敛思绪 用火式的拳头烘干靴子 穿好 牵着马离开破庙 继续赶路 最迟明天中午 最快上午 就能抵达长安 四日 张元清准时苏醒 怀里是熟睡的少女赫拉西尼 她的皮肤白皙晶莹 墨绿长发披散开来 她的身躯充满活力 极其美好 相肩圆润 腰系胸大 臀圆腿长 该胖的地方胖 该瘦的地方瘦 相比起狂野的海伦 她在欢愉时更羞怯温柔 更情意绵绵 哎 这该死的NPC体制 又强迫我做了不洁之事 上帝 你要为我作证 放荡不是我的本意 是副本强迫 张元清精神抖擞地做起身 看着同样揉着眼睛的赫拉西尼 微笑道 妹子我们该去交工了 昨天她们连夜赶工 终于完成了两千支箭的工作 在赶走工匠后 便在稻草堆里相拥而眠 这个时代的人们 还没有形成卧室的概念 能睡觉的地方有很多 可以是自己的房间 可以是凉爽的树荫下 可以是遮风挡雨的洞穴 只要是安全舒适 能遮风挡雨的地方 都可以睡觉 赫拉西尼黏人的依偎上来 缠住她的脖子 撒娇道 阿密尼 你又让我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我从来都不知道 你居然如此厉害 你让我的身体现在还充满疲惫 想要不管不顾地继续睡一觉 哼 你太会折腾人了 但是也很充实 你现在的情人 是阿密尼的皮肤 夜游神的内核 当然不一样了 昨晚的强度算啥 要不是副本里危机重重 无法惊心 我能让你一日一夜 张元清微笑道 这是我对你的犒劳 哦 亲爱的赫拉西尼 正因为你的帮忙 我才能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工作 该被奴隶干屁股的丘比特 居然想让我爱上母羊 别让我找到机会 不然我一定用靴子 狠狠打他的屁股 我发誓 我真的会这么做 两人穿好衣服 前往城堡 在昨天的西遍花园里 再次见到丘比特 以及新的 可怜的三位奴隶头目 正训斥奴隶头目的丘比特 见两人前来 眼里骤然一样 撇下奴隶头目 煽动洁白羽翼飞了过来 绕着两人飞舞 戏谑道 我们的帕弗斯岛 正义之神来了 让我猜猜 你是来祈求我的宽恕的吧 这不可能 阿密尼 今天交不出两千只剑 我就让你一辈子 和牡羊生活在一起 不远处的一位侍卫高声道 正义之神 丘比特大人 已经让我们准备好牡羊了 很幸运地告诉你 是一头刚成年的 纯洁的牡羊 说着 他扬了羊手里的绳 绳的另一端 是白色的山羊 体型不大 刚刚长成 露大BB7 3 侍卫们哄笑起来 三名奴隶头目 朝阿密尼投来同情的 吐死狐悲的眼神 张元清不卑不亢 道 尊敬的丘比特大人 两千只剑 已经制作完成 丘比特一愣 脸上的细血和兴奋僵住 猛地贴近阿密尼 恶狠狠地瞪着他 你在欺骗我 张元清低下头 伟大的丘比特啊 帕弗斯岛上 没人能欺骗您 如果不信 您可以派人去检查 为了避免刺激小心眼的丘比特 他没敢表现得太得意 丘比特立刻看向侍卫 吼道 你去看 那名牵着牡羊的侍卫 丢下绳索 匆匆跑开 丘比特在看向阿密尼 冷笑道 阿密尼 你知道欺骗我的下场 我不但要让你爱上牡羊 还要让赫拉西尼爱上公羊 墨绿长发的少女 翘脸一变 但很快平复下来 他倒是不怕丘比特的惩罚 因为工作已经完成 惩罚注定不会到来 他惊讶的是 丘比特的话里潜藏的意思 似乎知道了他和阿密尼的偷情 但这怎么可能呢 如果丘比特知道两人的关系 早就向名为主人 十位母亲的美神告发了 数字数女就不是人了 唉 这个时代 血缘和伦理果然不重要 张元清心里感慨 虽然进副本只有两天 但他能感觉到 帕弗斯岛上 阶级关系要高于人情伦理 别说是同母义父的兄弟姐妹 就算是同位神灵的丘比特 和其他几个兄弟姐妹 从赫拉悉尼口中讲起来 关系也不是很好 几位父母都是神灵 伴神的嫡子嫡女 统治着帕弗斯岛的凡人 和伴人伴神们 约莫半小时 那名侍卫返回 清点完箭矢的他 带回来一个不好的消息 丘比特大人 两千只箭矢制作好了 我清点过了 丘比特圆润可怜的小脸 瞬间变得阴沉 一言不发地盯着阿密尼 大概十几秒后 他忽然扬起天真可爱的笑脸 哦 我亲爱的阿密尼 你是个出色的奴隶 做得很好 光明神威胁着帕弗斯岛的安全 我们应该团结起来 一起渡过难关 张元轻功声道 您说得对 在丘比特的许可下 他拉着赫拉西尼离开花园 脱离丘比特的注视 墨绿长发的少女 脚步轻盈起来告诫道 阿密尼你要小心 丘比特会继续刁难你的 以前有阿弗洛迪特大人庇护 他不敢对付你 但现在他不在岛上了 听起来 阿弗洛迪特对自己的孩子 还是很庇护的张元轻问道 赫拉西尼 你说过丘比特的父亲 是强大的战神 难道他忍心看着自己的情人 和子嗣被光明神无情杀害吗 赫拉西尼皱起小眉头 无奈道 阿密尼 你为什么会觉得 我知道神灵的想法和行为呢 好吧 反驳的我无话可说 现在工作完成了 危险还没逼近 今天我就在岛上逛一圈 收集些情报 这座诞生了一位神灵的岛屿 应该值得探索 他刚这么想 耳边就响起急促的钟声 当 当 当 张元轻和赫拉西尼同时昂头 遥望钟楼方向 急促的钟声正从那里传来 张元轻强大的目里 让他看见高耸的钟楼上 英姿飒爽的女神 莫尼亚 挥舞着铜棍敲击剧钟 伴随着钟声响起 整个城堡 以及城堡附属的村镇 都在这一瞬间活了过来 羽人和孩子们躲进了屋子 战事快速集结 男人们匆匆跑向各个器械库 领取各自的武器 脚步声 嘈杂声 呼喊声连成一片 赫拉西尼惊恐道 敌 敌席 是光明神的追随者们 张元轻看他一眼道 躲起来保护好自己 当即进入夜游 驾遇狂风 飞向高空 从百米高空俯瞰 只见金色的海面上 出现十几艘粗广庞大的战船 风帆鼓舞 朝着帕弗斯岛快速驶来 不知道是不是阳光的效果 十几艘战船 闪烁着一层淡淡的金光 第939章 城堡深处的力量 一道身影从城堡中飞起 砸落在海滩上 沙里暴射 这是一个身披青黑幻灵 身体火辣丰满的女性 她有着深蓝色的短发 耳朵成奇状 手持一杆钢制三叉戟 望着驶向帕弗斯岛的战船 站在沙滩上的她 旋转着三叉戟 重重拍击海面 蔚蓝色的光运沿着海面扩散开来 煞时间 平静的海面掀起巨浪 将战船高高掀起 又重重抛下 宛如风暴中的偏舟 随时会被海浪吞没 天空乌云滚滚 遮蔽阳光 闪电若隐若现 暴雨将至 高空中的张元清 审视着身材火辣的女性 立刻从赫拉悉尼给予的信息里 对号入座 认出了此人 海妖新西亚 美神阿弗洛迪特的孩子 与半人半神的孩子不同 新西亚天生拥有操控海兽的能力 她开心的时候 海面风平浪静 她生气的时候 海面波涛汹涌 在帕弗斯岛 关于新西亚的身世 其实一直有争执 美神阿弗洛迪特对外宣称 她是战神的孩子 但新西亚继承的是海妖血统 所以奴隶们私底下都有共识 新西亚是那位海洋之神的孩子 不过 美神阿弗洛迪特风流多情 她的情人数不胜数 不管神灵还是凡人 都习以为常 因此也没必要对新西亚的身世 过于较真 海面乌云盖顶 暴雨倾盆 十几艘战船在波涛中在陈在福 甲板上不停有战事跌入海中 就在这时 领航的战船上 传来恢弘嘹亮的银场 在巨浪中跌宕起伏的战船 仿佛获得了某种力量 风帆鼓舞 骑头并进 海浪起时 他们冲在浪桶 海浪拍下时 他们巧妙避开 风浪再大 都无法再威胁到船只 旁观这一幕的张元清 挑了挑眉 他竟无法辨认出 吟唱中蕴含的力量 来自哪一种已知的职业 唯一的可能是 这是一种全新的职业 光明神的职业 但光明神职业 并不在第一大区 面头闪烁间 沙滩上的新西亚纵身跃入 一头扎入海中 额寝 汹涌的海面哗啦一声 探出一根数十米长的处腕 缠上了其中一艘战船 处腕收紧 脚扭 船体咔嚓连声 裂痕快速游走 直至崩碎 船上的战士纷纷落水 被海浪吞没 实力强大的战士 则在船体崩解时 跳到了旁边的战船上 更多的触手破浪而出 缠向笼罩淡淡金光的战船 这时 领航的战船上 传来恢红庄严的南高音 光明神预言 战船终将登陵帕弗斯岛 征服它 毁灭它 话音落下 海面忽然隆起 露出青黑色的背脊 面积庞大的 如同一块小型陆地 这是一头巨精 发出一声苍凉空灵的叫声 扑向触腕的源头 两只海兽在海中激烈搏斗 掀起的波涛 几乎要将战船淹没 光明神职业 还有驾驭海兽的能力 是预言驾驭了巨精 还是预言料到了他的出现 张元清第二次见到预言之里 一次是在秦峰学院 会长先生的那块光明罗盘碎片 可以强行预言 把自己想要发生的事 写在罗盘碎片上 写下的内容就一定会成真 张元清思索几秒 结合对光明罗盘的了解 大致分析出了 预言之力的能力短期内的 不涉及高位格的预言 能做到修改命运般的成真 涉及未来大事的 涉及高位格物品和存在的 则是纯粹的预言 无法加以修改 操纵 这时 海面再次隆起 白沫喷涌中 一到百丈高的身影浮现 由成百上千吨海水凝聚而成 形象与新西亚一模一样 这道百丈身影 手持三叉戟 朝着领航的战船狠狠刺下 突然 在海面再沉在浮的战船 化身一枚眉闪光弹 爆发出比太阳 还要赤裂的白光 新西亚凝聚而成的百丈身影 似乎被闪下了眼睛 僵硬在原地 高空中的张元清 也闭上了眼睛 双眼一阵刺痛 十几秒后 他睁开了眼 望向海面 只见光明神的战船 已经撤离 撤退了 这就走了 张元清一脸茫然 这和他想的不一样 光明神的信徒 不是很强大吗 不是让帕弗斯岛 草木皆兵 全员备战吗 我泡面还没煮好呢 你们就结束了 张元清忍不住在心里吐槽 从刚才短暂的交锋中 不难看出光明神信徒 似乎没有特别强大的 破坏力巨大的攻击手段 反倒是花里胡哨的法术很多 嗯 从新西亚的气息来看 是八级后期的海妖 如果没有海洋领域的权柄 想突破他的封锁登陆 难度太高 张元清判断 应该是这个原因 才让光明神的信徒 选择撤退 没有强攻 付出巨大伤亡后登陆 还得面对美神的其他子嗣 以及众多信徒 胜负难料 笼罩战船的金光 似乎是日之神力 但过于微弱 这么看来 与太阳同源的光明罗盘 确实是光明神职业的道具 那光明神和日游神 又是什么关系 张元清明眉思索 魔眼天王 骑成一头人面虎身 有着九根长尾的巨虎 在经历一日一夜的奔袭后 终于抵达桌陆地区 放眼望去 无边无际的浓雾 遮蔽了旷野 森林 河流和天空 不知弥漫几百里 全世界仿佛只剩下了浓雾 魔眼天王 从未见过规模 如此夸张的雾 释放他的人是传说中的魔神赤油 是79位远古战神 以及数不胜数的雾主 同时 他震惊于上古时期的手续阵营 竟能在浓雾中 与九力部族激斗三天三夜 足见双方投入的兵力之多 高手之多 古今罕见 哪怕是手续和邪恶阵营 即将决战的现实 也不可能再重现 捉路之战的盛况 捉路之战里 半神机的强者数量很多 九级主宰一抓一大把 我只要不靠近主战场 应该不会遭遇半神机的强者 九级主宰肯定会遭遇 幸好身边有同伴 只要按捺住嗜血狂暴 保留理智 遇到强敌时苟一下 存活率还是有的 但这样一来 最多就是通关S级副本 不太可能被无上存在注视 我要怎么做才能被他注视 获得恩赐 魔眼天王想着自己进入副本的真实目的 Loda BB7 3 想要获得无上存在的注视 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战争中表现优异 然而 哪怕他现在晋升八级 在捉路之战这种恐怖的战争中 也不是顶尖战力 太显眼 会被巅峰主宰 半神一巴掌拍死 沉思之际 骑成一匹三头黑豹的远古战神蛮 兴奋的昂首长笑 大手一挥道 杀 数百名戴青铜恶鬼面具的物主 率领鸡变异兽 杀入浓雾之中 磨眼天王血液悄然沸腾 远古战神的本能让他在清零大型战争后 不自觉的亢奋 便不再多想 跟随着蛮杀入浓雾 夜晚 打了一场胜仗的帕弗斯岛篝火熊熊 再歌再舞 城堡里灯火通明 奴隶们端着美酒和烤肉穿梭在草地 侍卫们围着篝火 大肆谈笑 大碗喝酒 大口吃肉 年轻的女性奴隶扭动腰肢 跳着节奏古怪的舞蹈 丘比特抱着袖珍版的竖琴 在众人头顶轻盈飞舞 弹奏着欢快的旋律 张元清和赫拉西尼也参与了庆功会 不过是在奴隶头目的群体里 伟大的新西亚 我的女神 您庇护了帕弗斯岛的安全 有新西亚大人守护帕弗斯岛的海域 光明神的信徒们永远不可能踏入帕弗斯岛 侍卫们奉上真诚的赞扬和崇拜 但新西亚却一脸阴沉 因为宴会的主角并不是她 而是她的妹妹塞克蒂亚 塞克蒂亚继承了阿弗洛迪特的美貌 是美神最耀眼最美丽的子嗣 她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主角 与人嫉妒她 男人爱慕她 张元清敏着裹酒 隔着很远审视着塞克蒂亚 她有着白金般的绣发 皮肤牛奶般光洁顺滑 五官绝美精致 一平一笑间 透着诱人的风情 她的身边跪坐着十几个奴隶 大家争先恐后地服侍着她 醉醺醺的侍卫们赞扬着她 目光中充满爱慕和痴迷 突然 张元清的腰一阵脚痛 一只白嫩的小手死死掐住在那里 赫拉西尼鼓着塞 气道 阿密尼你说过我才是最美丽的女人 你是啊你是啊 张元清随口敷眼 你眼睛一直在塞克蒂亚身上 赫拉西尼叫道 废话 你能和主宰集爱玉笔马 张元清心里嘀咕 玄机给她丢了一个情绪安抚 赫拉西尼立刻冷静下来 欣喜道 阿密尼光明神的信徒 并没有传闻中的那么厉害 有新西亚女神守护帕弗斯岛 我们非常安全 等阿弗洛迪特大人请来帮手 打败光明神 帕弗斯岛的危机就解除了 很遗憾 美神再也回不来了 现实是她会在途径某个森林时 被光明神杀死 张元清心说 她敷衍了赫拉西尼几句后 再次将目光投向神灵之子们 目前 还有一位神灵之子没有现身 那就是执掌天空的厄里加 从张元清进入副本 到现在庆功宴 厄里加都没有出现 是有射恐 还是不在岛上 张元清心里嘀咕了一句后 把思考方向拉回副本 光明神信徒撤退后 她在岛上转了一圈 这座形状不规则的岛 直径大概十公里 岛上资源丰富 有大片大片的森林和草场 动物以圈养的山羊和牛为主 没有农田 岛上的信徒野果 补鱼卫生 张元清没有发现其他特殊之处 地图很简单 人物的话 除了丘比特在内的五个神灵之子 其余人都可以忽略不计 包括十几个半人半神的私生子 禁副本第三天 敌人终于出现了 但跟他没什么关系 就强度来说 不太正常 甚至都不如A级亡国之君 张元清心里嘀咕 越是这样 他心里越没底 危机迟迟不来 就意味着等他爆发时 越恐怖 可地图搜索过了 人物关系也很简单 尾是没有值得探索的地方吗 想到这里 他将目光投向高耸的钟楼 投向一座座高大的圆顶建筑 城堡没有探索过 等深夜再探索城堡 张元清埋头喝酒 宴会结束后 张元清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作为奴隶头目 他自然是住在城堡里的 所有的奴隶 都住在城堡西边的 一栋圆顶建筑里 张元清的房间很小 不到三十平米 除了一张床和生活用品外 可以用家图四壁来形容 当然这个时代没有书桌 衣柜的概念 简陋是主基调 他用木桶里的清水洗了把脸 脱掉草鞋 再穿上躺了片刻 不多时 木门悄然推开 看进来一颗漂亮的脑袋 正是赫拉西尼 两人都没有说话 心照不宣地关门 脱衣服 恶寝 简陋的木床 开始演奏歌之的乐曲 深夜 熟睡中的张元清 突然睁开眼 他不是自然苏醒 而是被一股 似有似无的神秘力量惊醒 那股力量来源于城堡深处 他的位格极高 高到足以惊醒自己 但同时 他的气息非常微弱 且无意识地朝外辐射 不是针对谁 似乎是某种位格极高的 强大物品 泄露出了一股力量 第940章质问 终于有点东西了 张元清精神一震 白天他就觉得 帕福斯岛太过平常 一个诞生了美神的岛屿 一个S级的副本 不该如此平庸 岛上一无所获 那城堡里就肯定有问题 他出道副本 与美神的侍女海伦 在森林里苟且 随后又和赫拉西尼 在制造箭矢的作坊里 睡了一夜 两次都不在城堡里 直到今晚 才真正在城堡过夜 早两天在城堡过夜 说不定早就发现 帕福斯岛隐藏的剧情了 他推开怀里的赫拉西尼 坐起身 弯腰捞起地上的 一体式长衣 嗯 赫拉西尼立刻醒来 揉了揉眼睛 阿密尼 你要去哪 张元清啪地打出响指 赫拉西尼身子一软 重新陷入沉睡 在梦境中继续体验极致的 腰酸背腾的 枝叶淋漓的欢愉 张元清穿好衣服 一步迈出 化身璀璨星光来到廊道 接着进入夜游 离开这栋住满奴隶的 圆顶建筑 穿过简陋的小院 朝着城堡伸出行去 美神的城堡 不像欧洲的城堡 前者是由一栋栋圆顶 肩顶建筑组成 有些建筑连体 英式地挨在一起 但却是独立的 而欧洲的城堡 是一个大整体 夜色已深 城堡的大部分窗户 都已经熄了 只有零星的方块窗里 散发微弱的烛光 与黑暗融为一体的张元清 在城堡中漫无目的地行走 等待着那股神秘的力量 再次传出波动 之前的波动太过微弱 他无法断定源头 只知道在城堡里 且不是自己所在的奴隶区域 当他路过一栋尖顶建筑时 忽然被一阵浅浅的身影吸引 那身影如气如素 暗含愉悦 柔媚地仿佛能挠到男人的心里 昂头看去 正是从城堡主建筑的第三层 左边第四个窗户传来 与身影声一起飘出来的 还有微弱的烛光 张元清轻飘飘飞起 来到没有遮挡的方形窗口 朝屋内看去 只见铺着瘦皮的大床上 一个赤条条的女人背对着窗户 正在一位标形大汉身上练习深蹲 烛光照在他白滑滑的身子上 香汗淋漓 欲被曲线曼妙 臀部丰满圆润 白金般的绣发随着深蹲晃动 赛克地亚 继承了美神容貌和身材的赛克地亚 即使是已经解决完 每日一趴负面Buff的张元清 看到这一幕也不由得口干舌燥 荷尔蒙快速分泌 幸好夜游状态下 气息和精神波动 都被屏蔽 不然情欲涌动 瞒不过主宰级的爱与职业 赛克地亚的身边 沾满了男人 有瘦弱的 有强壮的 有年轻的 也有胡子拉茶的 他们饥渴地抚摸着女人的身体 眼里的爱慕和情欲宛如实至 床边的地板上 躺着七八个历节沉睡的药诈 旁边要是蹲一位摄影师 就是妥妥的岛国热不热了 帕弗斯岛的真正主人 是美神和赛克地亚 张元清心里突生鸣雾 以爱与职业的特点 岛上实力强大的侍卫 信徒 乃至半神半人的混血 应该都是赛克地亚的群下之臣 五位神灵之子 如果发生冲突 赛克地亚的拥戴者绝对最多 张元清没有打扰屋子里的春景 默默降落 在城堡等待 搜寻一刻钟后 那股神秘的力量波动 再次传来 这一次 张元清清晰地感应到 那股力量来自弟弟 准确地说 是城堡主楼的弟弟 张元清把目光 投向那座最华美辉煌的尖顶建筑 它是美神阿弗洛迪特居住的高楼 除钟楼之外 最高建筑 也是最气派的建筑 拥有两栋附属圆顶大楼 美神的居所 从不允许任何人进入 除了他的情人们 而就算是情人 也只有受到召唤才能入内 这些是张元清 从赫拉西尼那里得到的情报 庆功宴上 他想探索的 就是美神居住的主楼 高位格的力量 仅仅是辐射出气息波动 就让我有种紧张感了 张元清飞向主楼 在紧闭的雕花铜门前驻租 保险起见 他吐出一个圣者镜的灵铺 吩咐其穿墙进去打探虚实 十几秒后 灵铺钻出铜门 主人 楼中无人 义无危机 张元清收回灵铺 左右看了一眼 四下无人 他解除夜游 化身星光 顿入楼中 主楼的第一层很宽敞 却没有多余的摆设 除了石块垒气的 通往二楼的台阶 就是两扇储物室的门 漆黑无光的黑夜里 张元清顿入左边的储物室 里面存放的是陶器 碗 壶 蝶等物品 他再来到右边的储物室 这里空空荡荡 没有任何器具和摆设 角落里有一个通往地下室的入口 入口被木板封着 其上刻画着蝌蚪般的封印皱纹 可能是太久没有通风 空气中有股沉浮的气息 美神不知道把什么东西封印在了地底 张元清思索几秒 取出大螺心盘 盘身而坐 观星推演 几分钟后 他从推演中获得警示 强闯封印会触发大危机 露的BV7 3 地底的东西被黑暗笼罩 无法在命运长河中看见 以此可以推演出封印物的位格 至少9级 有没有到半神位格 他不清楚 但按理说 这个层次的S级副本 不会出现半神级的物品和强者 就在此时 外面的铁门扎扎作响 打开了 旋即 脚步声朝着储藏室靠近 有人来了 张元清心里一惊 立刻化身星光离开储藏室 他出现在主楼建筑的后方 开启夜游 朝着奴隶居住的那栋圆顶建筑飞去 返回自己的房间 拥起脸色朝红 睡意正浓的赫拉西尼 闭上眼睛假媚 私存着储物室里的东西 美神派系的强者们 死守帕弗斯岛 是不是和主楼弟弟的封印物有关 难怪美神从不让人靠近主楼 显然是不想弟弟的封印物被发现 光明神进攻帕弗斯岛 会不会也和弟弟有关 应该不至于 如果弟弟封印物这么重要 美神不会离岛球员 光明神也早就杀过来了 恩 可以尝试进入神灵之子的梦境中 获取情报 除了赛克蒂亚的等级不太清楚 丘比特 莫尼亚和辛西亚 最少八级巅峰 最多九级出七 如果是前者的话 我能入梦他们 只要不在梦境中 展露敌意或杀意 应该不会惊醒他们 念头转动间 张元清正想开启梦境跳跃 简陋的木门突然被敲响 咚咚 温柔的敲门声 打破了深夜的寂静 张元清警惕起来 谁 门外传来柔眉的嗓音 轻笑道 阿密尼 是我 你的门愿意为我敞开吗 赛克蒂亚 他找我干嘛 满身大汗都没能喂饱他 意犹未尽 所以挑上了我这种小卡拉米 张元清心里吐槽着 警惕情绪减弱 在他看来 爱遇职业是威胁最低的 一方面爱遇的攻击手段匮乏 战力低下 另一方面是游神的被动 对各种负面 Buff有极强的免疫 自身又是虚无者 能主导情欲 换成丘比特半夜敲门 可能就没法善良了 张元清掀开盖在腰间的瘦皮毯子 打开简陋木门 果然看见了美丽不可方物的赛克蒂亚 他穿着在这个时代 异常昂贵的丝织睡裙 丰满美好的身体若隐若现 明明经历过一番苦战 身上却仍有沁人的忧香 他如同黑夜中的精灵 敲开了粗笔奴隶的房门 奴隶看了他几眼 便浴火中烧 难以自控 粗笔奴隶挪开木光攻身道 伟大的女神 您的到来 让简陋的房间充满了公灰 请恕我无法用美酒和美食招待您 赛克蒂亚瞥了熟睡的赫拉欣一眼 笑音迎道 阿密尼亚 如果你想体验美好的欢愉 为什么不寻求我的帮助呢 而是找这种丑陋低级的女人 她上前两步 手掌抚摸阿密尼强壮的胸膛 你忘记曾经与我度过的美好夜晚吗 啥 张元清在脑海里拼命搜索 没找到阿密尼和赛克蒂亚的记忆 也没听赫拉希尼提及 这么看来 阿密尼和赛克蒂亚私底下是有互通有无的 这很希腊神话 也很爱与职业 张元清满肚子的槽点 见她面对自己的挑动 竟不为所动 赛克蒂亚微微醋眉 微笑道 阿密尼我们曾经坦诚地面对彼此 现在我仍愿意与你坦诚相见 这是要睡我啊 张元清有些纠结 她倒是不介意和爱与职业滚床单 早就滚麻了 只是赛克蒂亚的等级不比她低 要是被她得逞 等于主动把命交出去 和爱与职业滚床单是要支付嫖资的 若不答应 阿密尼这种半人半神的存在 能抵挡赛克蒂亚的美色 本身就不合理 说不过去 让分身替我 张元清灵机一动 脸上便露出笑容 伟大的女神 我做梦都想与你坦诚相见 感谢您的垂帘 但我的房间实在过于简陋 我想换一个地方 你最好再洗个澡 她心里嘀咕 打发走赛克蒂亚 她就能召唤分身了 赛克蒂亚绝美的脸庞 露出一抹一味深长的笑容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阿密尼 我希望的坦诚相见 是想请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张元清一愣 赛克蒂亚的蓝牟宁是 一字一句道 你去主楼的储物室里做什么 第九百四十一章 机制的钱公子 大漠 圆月 银色的月光照在起伏的沙丘 万籁俱寂 夜空如洗 坐落在沙丘上的古城 监牢里 傅清阳感觉自己陷入 无边无际的深渊 想醒来 却不受控制的沉沦 不知过了多久 清凉的刺激感把他惊醒 他贪婪地吞咽着嘴边的水 咕噜 咕噜 几口清水下肚 浑儿就归位了 傅清阳艰难地睁开眼 只觉浑身都痛 骨头像是散架一般 堂堂八级主宰 竟连动根指头的力气都没有 王使节 你醒了 一头裹着头巾的脑袋凑了过来 满脸关切 蒋父使 傅清阳下意识地呼唤出对方的身份 一段简短地 破碎的记忆汹涌而来 他的这个身份是唐朝的使臣 叫王策 代表大唐出使天竹 结果遇到了天竹国内乱 天竹国的国王死于内乱之中 自立卫王的叛军 劫掠了使团 抢走了唐朝赠予天竹的财物 包括王策在内的 使团三十余人拼死抵抗 奈何敌军数量太多 实力太强 众人悉数被俘 暂时关押在这座古城的监牢里 傅清阳身上的伤 就是在抵抗时所受 王使节 明醒了 更多的人围了过来 都是使团成员 大漠的夜晚凄冷无比 监牢简陋 处处漏风 关押在此的使团成员 冻得瑟瑟发抖 他们之前蜷缩在角落里 相互依偎 取暖 傅清阳感应了一下身体的情况 多处骨折 伴随脏气出血 修卫被封 只剩超凡战力 总体状况糟糕透顶 旋即 他打开任务界面 查看副本任务 主线任务是 夺回朝廷贡品 支线任务是 逃出监牢 备注 任务结束前 不得返回唐朝 不得向唐朝汇报 这段历史 傅清阳倒是清楚 正确的攻略方式 是向吐蕃借兵 剿灭天竺国的叛军实力 他默默在心里 规划出了攻略步骤 一 逃离监牢 二 前往吐蕃三 借兵进攻天竺 副本剧情不是纯正的历史 肯定会做出调整 向吐蕃借兵 不会那么容易 必然要经历 一系列的危机和考验 攻击天竺则是决战 目前还不清楚 天竺有几位九级强者 当然 这些都是后话 当务之急是逃离煎牢 傅清阳活动了一下身体 历史感到剧痛袭来 即便是超反径的体质 如果不及时治疗 也会有生命危险 当然 傅清阳的帮派仓库里 并不缺木妖职业的道具 以及稀释的生命原野 我没事 诸位放心 他与其虚弱的安抚 聚拢过来的使团成员 傅清阳没有第一时间治疗伤势 挪动到木栅栏边 侧耳静听 作为斥后 观察环境是本能 监牢不是建在地底 而是地表一栋栋土砖累气的矮房 三面墙 一面栅栏 栅栏对面也是栅栏 监牢隔着五米便有一名披甲守卫 正好站在熊熊燃烧的火把旁 借着火把取暖 每隔一刻中 便有一只六人队伍巡逻 整条狼道两侧的守卫加起来 共八人各大职业在超凡阶段没有顿数 想在不惊动守卫的情况下 逃离监牢是不可能的解决八人不难 但想同时解决 且不让他们示警 以我目前的状态和水平 不可能做到 想逃出监牢 只能智取 傅清阳思索几秒 贴近栅栏 对着距离最近的那名守卫 语气虚弱地说道 我是大唐的使臣 可否劳烦阁下帮个忙 那名守卫没有搭理 如果你能帮我 我会赠你一笔荣华富贵 傅清阳每说一句话 便喘一口气 似乎连说话都成了一种负担 守卫这才开口 你们是王仲氏的药犯 我不会放你们走 阁下误会了 傅清阳咳嗽几声 艰难道 我受了很严重的伤 如果不治疗 活不到明天了 入城时 我在一个隐秘的地方 留下了一件法宝 它能治疗疾病和伤痛 你帮我取来 我有重现 守卫文言 眼睛一亮 左右看了一眼 俯身低语 如果你真的有这样一件法宝 我会替你取来的 天竺人信守承诺 绝不骗人 说话间 他借着火光打亮傅清阳 这位大唐的使臣脸色煞白 唇无血色 确实命不久矣 傅清阳压低声音 在他耳边说了片刻 得到准确地址的守卫 当即离开 路过火把时 对同伴说道 我去一趟茅房 他看都没看大唐的使臣 脑海里只有治疗伤痛和疾病的法宝 待他离去 傅清阳再次呼唤守卫 道 英勇的天竺国战士 我是大唐使臣 能否请你过来说话 那名守卫大步过来 审视着即将撒手人寰的大唐人道 什么事 漏打BV7 3 傅清阳把刚才的话 又对他说了一遍 那名守卫听完扭头就走 我去一趟茅房 如此循环了四次 送走了四名守卫 仅剩的四名守卫有些纳闷 心说这几个家伙 晚上偷偷开小灶了 不然何以同时闹肚子 牢房里 傅清阳取出一枚碧绿宝珠 吞入腹中 又取出稀释的生命原液真迹 注入颈部动脉 静静盘坐十秒 他睁开眼 声音轻冷 道 天竺的勇士们 我是大唐的使臣 我被骗了 我被你们的四个同僚欺骗了 他们骗走我五千两黄金的埋藏地点 请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五千两黄金的埋藏地点 最近的守卫一听 下意识地走过来 赫问道 你说什么 另外三名守卫健壮 纷纷涌上来 生怕埋藏地点被同僚听去 而自己不知道 傅清阳打开物品栏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抓住一把机关连弩 扣动扳机 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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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声弦音 四人倒下 傅清阳收起连弩 又抓出一把阔口短刀 狠狠斩断铁链 打开牢门 回身看着瞠目结舌的使团众人 淡淡道 你们留在这里天竹国忌惮大堂 不敢轻易杀人 我出去搬救兵 此地守卫森严 三十多人一起行动 不可能逃出去 而面对越狱的犯人 守卫势必格杀勿论 不如留在牢里 王大人 您要小心 王大人 一定要回来救我们啊 傅清阳在众人的呼唤声里 赶在巡逻的士兵抵达前 消失在夜幕中 刚才推门进去的是赛克地亚 但他怎么知道是我的 我提前星顿离开了 爱与职业没有占卜推演能力 是利用了某种特殊道具 张元清本能地绷紧神经 闪过诸多念头 表面茫然不解 道 哦 美丽的女神 我听不懂你的意思 赛克地亚关上简陋木门 坐在床边 深吸一口气 微笑道 就是这个味道阿密尼 我一直记得你身上的味道 它刚才出现在了储物室里 你的否认和谎言 无法改变这个现实 张元清沉默一秒 索性承认 是的赛克地亚 我进入了那里 赛克地亚一言不发地盯着她 足足半分钟 这位美丽的女神勾起嘴角 你为什么要接近母亲的居所 你该知道 那里是禁忌 我感应到她了 张元清诚实地回答 她的这番话 让赛克地亚收起了笑音音的姿态 皱起了精致的眉头 好一会儿 她用一种疑惑不解的口吻说道 正常来说 你不应该感应到她 你虽然是美神的子嗣 但你不是女性 是因为继承了母亲 玉的特性 不是女人 所以感应不到她 继承了美神的部分能力 所以有可能感应到 张元清从赛克地亚的话语里 分析出这两个关键信息 地下室里东西似乎和美神有关 这样的话 光明神的信徒攻打帕弗斯岛 就与地下室无关了 是纯粹的丝绸 光明神应该看不上爱与职业的东西 我确实感应到了她 但和美神血脉无关 是我自己张元清想到这里 忽然念头顿住 也许 能感应到她的波动 不只是自身高位格的缘故 还真有可能是美神血脉发挥了作用 所以那到底是什么玩意 张元清好奇地问道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感应到她 厨物室里到底有什么 赛克蒂亚脸色一阵道 这不是你该知道的阿密尼 我要你向我保证 以后绝对不再靠近储物室 不然 就算你是母亲的孩子 我也会把你逐出帕弗斯岛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张元清只好公身回应 是 美丽的赛克蒂亚 您的意愿 就是我的意志 赛克蒂亚满意点头 恢复笑音音姿态 道 最后一个问题 你怎么进入储藏室的 你甚至都没有开锁 张元清几乎没有犹豫和停顿 回答道 寻找宝藏的旅行者 赋予了我进入的能力 他把锅甩给了虚空职业 以赛克蒂亚的见识和位格 肯定知道虚空的存在 赛克蒂亚果然没有在追问 点了点头 走向了门口 即将开门的时候 他忽然顿住 回身笑道 听说你顺利完成了任务 阿密尼 我很欣赏你的能力 但要奉劝你 不要再招惹丘比特 不然 对你的惩罚 就不只是让你和赫拉西尼 欢愉那么简单 张元清愣了愣 什么意思 赛克蒂亚回眸 看了一眼赫拉西尼 勾起艳丽的红唇 你和赫拉西尼相爱 是丘比特干的 他做了一个拉弓的手势 他就是要让你们触犯禁忌 既是恶作剧 也是要拿捏你 只要他愿意 随时都能把你逐出 帕弗斯岛赛克蒂亚说 丘比特不敢得罪我 如果你夜里无法忍耐情欲 想要欢愉 其实可以来找我 就像那天晚上 你缠着我 一直到天亮 第942章半神会议 临近副本 星河 浩瀚的宇宙 如同一块纯黑天鹅绒 漫天星辰 则是镶嵌其上的钻石 璀璨夺目 星光降落下来 凝聚成一张璀璨的巨大圆桌 以及15把高背影 紧接着 一道道人影出现在圆桌边 有年轻的白毛女 有红发红须的壮汉 有轻轻摇曳的树苗小人 有金发碧眼 胡子拉长的魁梧中年 有白嫩可爱的男童 有白发白须的智慧长者 傅清轩环顾桌边 除了美神协会 和商人工会的两位半神 手续阵营的半神级人物 都到场了 很多年没见了 赵兄 你的挂术修行的如何 不吃掉你 挂术难以寸进啊 刘兄 巧了 赵兄刘兄 夏侯某的炼气术 到达瓶颈多年 你俩谁委屈一下 把权柄献出来 呵 老匹夫 若非官方约束 老夫六十年前就干到你了 谢兄 听说楚家的丫头 得到了炼妖狐 咱们联手如何 你拿脸妖狐 我拿挖黄一退 去你娘的 那是老夫的后代 乐师 学士职业的半神 一见面就闲聊起来 言语间 寒妈量十足 肃静 傅清轩敲了敲桌面 目光锐利地扫过 临近世家的半神们 半神会议 不是你们互相讥讽的场合 日月星不归位 你们掌控着管理员 权限又如何 号都登不上去 吃了谁 都一样是废柴另外 当初组建官方时 就已经约定好 月十三家 学士三家 共享管理员权柄 手续阵营内讧的结果 已经出现过一次 结局怎么样 诸位心智肚明 圆桌边安静下来 虽然在场的半神中 傅清轩资历最浅 但他位列官方半神之一 且是赤后职业 搁在古代 就是天下兵马大元帅 大元帅发话了 临近世家的半神 自然给几分薄面 彼此敌视的天法董事长 海皇也收敛了冷嘲热讽 这时 又有一道人影 在圆桌边显化 是穿着粉红色西服 搭配白色衬衫的男子 戴着银色面具 手里托着一杯香槟 他的头发打过蜡 往后梳得整整齐齐 看起来像是要参加 某场时尚大会 穿着风骚的男人 一进来 挨盖地拍打扮神们的肩膀 哟 真奇啊 光明罗盘争夺战之后 你们这些老家伙从未聚得如此整齐 大家要不要来一杯香槟 共襄壮举 他走到朱家老祖身边 拍着对方的肩膀 老朱啊 只杀公主 是我和太阳之主照的 你打他主意 就是不给我和太阳之主面子 小心将来太阳归位 拿你开刀 朱家老祖穿着黑色的练功服 白发白须 面带微笑 虚空 你能活着离开会议副本再说 他左右环顾一圈 道 那位美神呢 美神睡男魔去了 委托我参与会议 我的意见就是他的意见 会长先上昂起头 皮笑若不笑道 你站那么高干嘛下来开会 一道璀璨梦幻的星光落下 凝聚成没有五官的模糊人形 散发出的星光 比满天星斗都要夺目 开个会 那道星光凝聚的身影淡淡道 你不妨再摔个手机 会长先生靠在高背上 翘着二郎腿 星光凝聚的身影仿佛没有听见 声音辉红缥缈 不夹杂任何感情 自灵拓拼凑出完整的太阴本源 这一天便注定到来 月星归位后 邪恶阵营开始布局对付风雷双神 失败之后 灵拓遮蔽功德榜 邪恶阵营联首为沙海皇 两次出手 目的都是为了在太阳副本开启前 削弱手续阵营的半神力量 现在 邪恶阵营已经没有选择 唯一能做的就是拖延时间 让灵拓再次遮蔽功德榜 太阴门的声音 就像是开了混音和3D环绕音效 层层叠叠 四面八方 遮蔽功德榜有屁用 将帮主嗓音洪亮 都到这一步了 还想用普通人胁迫我们 战争哪有不死人的 邪恶阵营想杀多少凡人 就杀多少 老子只要赢 赢了才有未来 作为战争年代过来的百岁老人 他的思路一点错都没有 只要手续赢下战争 世界终将和平 现如今的这些凡人 都是战争胜利后 繁衍生息而来 太医门主缓缓道 灵拓遮蔽功德榜的目的 不是为了杀戮凡人 而是获得这件因果类道具 带太阳副本开启 与我禁竹太阳 胡子拉长的魁梧海皇 正要开口吃火 帮主抢仙道 太阳不是能净化一切污染吗 灵拓身为堕落者 接触太阳的后果就是被净化 或者被焚化 海皇默默点头 赤火帮主替他问出了疑惑 是个不错的嘴涕 太医门主声音辉红层叠 灵拓不会直接执掌太阳 但可以利用功德榜施加影响 另外 他掌控太阳的方法可以有很多 创造一个全新的灵魂 塑造肉身 以新生之体为傀儡控制太阳 不过 根据邪恶阵营目前的动态来看 他们更想唤醒夜黄 吞掉太阳 天罚的董事长汉手道 永夜教会的高层 最近确实在尝试唤醒夜黄 太医门主说道 太阳无主 本源之力陷入沉睡 虽然散发着净化一切的特性 但无法抵抗深渊之力 一旦太阳被吞 我们就再也不可能得到它 因为没有人能在夜黄的领域里维持清醒 太阳相当于沉入了一个任何人都无法进入的副本 傅清轩指头敲击桌面 开口说道 邪恶阵营的终极目的是让堕落的夜游神执掌太阳 获得临近的最大权限 他们就算吞掉太阳 也只是权衣之计确实 如果太阳沉入深渊 主动权就在邪恶阵营手里了 赵家老祖宗沉声道 目前的主动权在我们手里 凑齐光明罗盘碎片 打开太阳副本 帮助太医门主掌控太阳 届时 邪恶阵营必败无疑 说完 他看向了虚空会长 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虚空会长 有冰冷的 有暗含警告的 有审视的 有劝告的 LodaBV7 3 会长先生摇晃着高脚杯 道 我支持的是原始天尊 不是太医门主 将帮助大怒 问声问气 那小子刚晋升主宰 等他踏入九级 不知道猴年马月了虚空 你如果非要拖整个手续阵营的后腿 我们只能采用最激烈的手段了 会长先生笑音音道 短短二十年 诸位就忘记我一条三的 萨爽英姿了 本会长发起火 修罗都能愣在地上摩擦 何况而等蝼蚁 天罚董事长语气冷淡 那你得先拿一件 半神级物品出来 会长先生当即摊开掌心 一缕清风自掌心凝聚 化为小型龙卷风 呼呼旋转 众人齐刷刷地盯着他 感受到了那股寒而不露的风暴气息 海皇挑了挑眉 天罚首席执行官 找了几十年都没找到的东西 居然在你手上 会长先生得意道 知道本会长身藏不露就好 会议周边的半神深感棘手 这时 辉红层叠的混音 加立体环绕音效再次传来 太医门主说道 本次会议就是为了解决此事 我提供诸位两个方案 一 挤手续半神之力 猎杀美神和虚空 凑齐光明罗盘碎片 不管代价多惨重 手续阵营一应承担 二 放弃太阳副本 趁林拓位掌控功德榜 提前与邪恶阵营决战代价 是所有人的道德值都会清零 被临近通缉 当然 那个时候 道德值也就不再重要了 但现实的凡人能活几成 我也不敢保证 关于这两个方案 我都已经做出详细的计划和布局 现在开始投票 而等只需达成共识 票刑一旦出现 立即执行 任何人都不得反悔 我没异议 赵家半神率先表态 接着是天罚的董事长 将帮主 中庭之主 海皇和阴柔绝美的水神公主 小树苗摇头晃脑 随 波 竹 刘 谢家老祖沉默片刻 叹息道 别无选择 老夫也没意义 最后只剩父亲轩 白毛元帅沉吟许久 看向会长先生 原始天尊半个月内 晋升九级的几率多大 会长先生叹息道 零 父亲轩没忍住 翻了个白眼 道 神经病 他当即抬手 我也没意义 作为官方半神 天下兵马大元帅 他不可能把世界的安危 寄予一个幻想之上 太医门主 凝视着虚空半神 声音辉红层叠 投票开始 谢家半神叹了口气 提前与邪恶阵营决战 等于罔顾普通人的死活 老夫不赞同 让天下人为少数人的任性买单 所以 我选择猎杀虚空和美神 中庭之主 默然几秒 我亦如此 父亲轩冷冷道 我选择提前开战 下侯老祖宗汉首 虚空能以一敌三 我赞同提前开战 普通人的死活 老夫不在乎 将帮主的想法很简单 这家伙比尼丘还滑 我也选择提前开战 刘家老祖手心变出一副硅甲 莫及莫及 让老夫算上一挂 天法董事长陈生道 狩猎虚空和美神 必然造成手续阵营 半神层次力量的伤亡 但如果能扶持太医门主 成为太阳之主 足以弥补损失 海皇当即道 我的选择永远和你相反 水神公主 我不赞同提前开战 赵家家主抚恤道 我的选择和公主一样 刘家家主从硅甲里 倒出铜板 眯眼凝视 叹道 提前决战 大凶之兆手续内讧 亦是大凶之兆 既然如此 大家何不一致对外呢 票行 五比五 众人看向小树苗 小树苗摇头晃脑 随 波 竹 流 将帮主大怒 就颤你一票 你随哪边 小树苗 哪边都无所谓 这是会长先生啪啪鼓 长 不愧是天底下 最擅长不拘落子的 星辰之主 你这是阳谋啊 装无赖 确实脱步了多久 我的太阳之主 不争气 没办法 作为手续阵营的半神 礼当以大局为重 我认输了 我可以交出光明罗盘碎片 但在这之前 你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星光凝聚的身影缓缓汗手 说 会长先生银色的面具下 闪烁着意味不明的目光 语气严肃 你当初为什么要杀魔君 第943章激战 所有人的目光 几乎同一时间望向星辰之主 作为一位巅峰主宰 资质堪比傅清轩的巅峰主宰 魔君自然有资格 进入半神们的事业 将帮主惊恶到 魔君的死还和你有关系 小树苗摇晃嫩叶 不但和他有关 和风雷双神也有关系 半神们转而看向天法董事长 傅清轩皱眉道 魔君的身影之战 都有谁参与了 天法董事长淡淡道 风雷双神 星辰之主 美神 虚空 灵拓 灵能会的两位会长 还有兵主教的那个恐惧天王 天法有自己扶持的日游神 风雷双神 不想魔君继续成长 过而与星辰之主联手虚空 美神则与恐惧天王宝魔君 至于灵拓和两位灵能会的会长 不须多说 自然是杀魔君的 会长先生冷笑起来 彼时 魔君拥有一块太阴本源碎片 一块太阳碎片 你若不害他 灵拓就永远无法集齐太阴本源 手续阵营何苦如此被动 星辰之主的声音四面八方回荡 太阴不归位 太阳副本无法开启 魔君和灵拓都是堕落的夜游神 两者资源整合 杀谁都一样 会长先生缓缓起身 当日我曾问过你 可愿与我联手对付灵拓 你拒绝了 你认为杀魔君比杀灵拓更加重要 然而 事实是 魔君的污染 可以用太阳本源净化 它是能恢复正常的 说白了 你是为了一己之私 灵拓得到太阴本源 你仍能与他 角逐太阳之主的宝座 但魔君拥有一块太阳碎片 他不死 你就不可能得到太阳 星辰之主 你的私欲 害得手续阵营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却要我来买单 半神们无声对视 难怪虚空 执着于培养自己的太阳之主 难怪坚决不同意 交出罗盘碎片 两人是有梁子的 星光凝聚的身影缓缓道 虚空 对错并不重要 英雄随局势而行 非要论个对错 当初张天师游说风雷双神 袭杀灵拓 从他手里撕去一块太阴碎片 同样导致今日之果 放屁 会长冷冷道 二十年前老元帅身语 我元气大伤 家底耗尽 彼时开启太阳副本 手续阵营未必能胜 张天师为手续阵营 争取了二十年的时间 没有这二十年 五行盟如何成立 五行合一的秘书 更无从开发 不等伴神们开口 会长先生画风一转 你说的对 对错不重要 事实如此 本会长只是看不惯 你虚伪的嘴脸 身为手续伴神 我会以大局为重 三天后 我会把光明罗盘的碎片 交给你 你拿一件 规则类道具来换 说吧 他转身离去 一步迈出 消失在副本里 帕弗斯道 赫拉西尼和阿密尼相爱 是丘比特干的 丘比特的所作所为 放在孩子身上是顽劣 换成是成年人 那就是丧心病狂 张元清面皮抽了抽 丘比特是顽劣 还是丧心病狂 他认为是后者 因为这个长不大的神灵 并非真正的孩童 真实年纪早已无法估算 对凡人来说 是祖先级的人物 赛克蒂亚已经注意到我了 虽然只是警告 但他如果把这件事 告诉丘比特 那个死孩子 一定会借机报复 则大局未重 大局未重 张元清碎碎念着 盖上毯子 搂着赫拉西尼睡觉 次日 清晨 赫拉西尼苏醒过来 八爪于是地缠上他 声音慵懒 阿密尼 我一整晚都在梦中 与你欢愉 天哪 是一整晚 一定是你太厉害了 才会让我念念不忘 在梦里与你继续相会 张元清掐了把翘臀 笑眯眯道 看来还没喂饱你 今天你是想吃中餐 晚餐 还是断食一天 赫拉西尼翘脸一红 美眸闪过惊恐 不 不 阿密尼 我现在就想去用餐 说着 从简陋的床上弹起 翘着白皙圆滚的屁股 俯身捡起一体式长衣套上 我先回房冲洗 他赤着脚 欢快地开门离去 张元清穿好衣服 绑腿是鞋子 走到木桶前 咬了一瓢水洗脸 漱口 十分钟后 他离开房间 打算前往食堂 领取奴隶的早餐 刚走出圆顶建筑 便看见一名侍卫 朝自己走来 阿密尼 丘比特大人 找你侍卫 表情淡淡地说道 这死孩子又找我 张元清自了呲牙 他有什么事 注意你说话的语气 侍卫冷冷地告诫一句 说道 去了就知道 张元清面包 都来不及啃一口 只能前往西边花园 在绿草如荫的环境里 看见了圆润可爱 如同小精灵般的丘比特 哦 我亲爱的阿密尼 你终于来了 丘比特 煽动洁白羽衣飞过来 绕着他盘旋 光明神的信徒 已经展开进攻 你有新的工作了 张元清恭声道 丘比特大人 你有什么安排 LodaVV7 3 丘比特笑嘻嘻道 制造十架投石机 明天交给我 一天的时间 制造十架投石机 张元清愣住了 心说怎么可能 投石机这种技术类的器械 材料 人力 缺一不可 帕弗斯岛 根本不具备一天 造十架投石机的配置 就算我有殷师 和灵铺也没用啊 这玩意需要的是 真正有技术的工匠 不 丘比特大人 这是神灵 才能完成的任务 而我只是一个奴隶 张元清功身 小男孩悬在半空 脸贴的张元清很近 几乎鼻子碰到鼻子 那你准备好 爱上母羊了吗 特么的又是母羊 你别给老子机会 否则一定要让公羊 干你屁股 张元清眉头悄然皱起 他感觉有点不对劲 这个副本不太对劲 目前未知 他在光明神和美神的战争中 扮演的角色 是一个搞手工活的奴隶 既不用上战场 也不用出谋划策 参与度过低 其次 整整三天 他都没感受到 来自光明神的威胁 反倒是同阵营的丘比特 处处针对他 强度逐步升级 以至于今天给他派发了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S级的副本 除了干手工活 只剩下干妹妹了 这哪是S级副本 这明明是天堂 看着丘比特手里的小功 张元清能屈能伸地回答道 丘比特大人 您的意愿就是我的意志 我会完成任务 先敷衍过去 再寻思办法 丘比特眼里闪过一抹惊恶 玄机是计谋得逞的愉悦 你的服从让我很满意 但如果 突然 高耸的钟楼精明阵阵 在整个帕弗斯岛扩散开来 丘比特脸色一变 顾不上他 立刻飞向钟楼 张元清则以幻属 蒙蔽周边的侍卫 随后进入夜游 遇风而起 望向波光灵灵的海面 海天一色 飞鸟翱翔 并无一样 不对 在天上 张元清意识到了什么 望向蔚蓝的天空 只见天边飞来十几个黑点 朝帕弗斯岛 急速靠近 他宁谋 目力运转到极致 才看清那是13艘战船 与昨日几乎一模一样的战船 区别在于 今天的船没有风帆 两侧增加了维持平衡的木质机翼 海上攻不破 改作飞艇了 张元清大吃一惊 光明神的信徒如果有飞艇 昨日便用了 多半是连夜改装 可能是在战船上融入风法师道具 也可能是刻入了皱纹 这份机造之术 在这个时代为时有点牛逼 帕弗斯岛没有制空 防控武器 主宰们又不敢单枪匹马靠近 只能眼睁睁看着13艘飞船靠近 舰队靠近帕弗斯岛后 立刻降低速度 船船船两侧探出一鸣鸣身穿一体式白衣 额头佩戴黄金饰品的战士 战士们朝着下方的城堡碗弓 煞时间 渐如雨下 轰轰轰 凝聚淡淡金光的箭矢落在城堡中 如同手雷般炸开 在地面 墙体 花园炸出一个个浅坑 不少奴隶不慎被爆炸波及 炸得肢体分离 生死当场 奴隶们四散奔逃 侍卫们则晚宫朝天静射 试图回击 然而战船浮于数十米高空 又有船身坐挡箭牌 底下的箭矢肯定造不成威胁 这时 手持箭盾 英姿萨爽的莫尼亚 奔出城堡 把长剑插在身前 与其庄严 本场战场规则 不得飞行 扶空 黄铜色的光芒 从剑身荡漾开来 下一秒 13艘战船从空中跌落 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 甲板上的战士死伤大片 张元清也被打落高空 失去了飞行能力 城堡的守卫们 抓住机会反击 朝着战船射出一根根雷剑 惊雷乍 电将迸射 造成了可观的杀伤 奴隶们也推开投石机 投掷出一枚枚巨石 轰隆连声 石块砸穿甲板 砸裂船体 一位身穿金色长袍的老者 站了出来 举起黄金法杖 法杖散发纯净的金光 金光普照之下 被雷剑扎伤 巨石砸伤的战士 伤口快速修复 纷纷拉弓还击 百余明身穿白衣 额带黄金配饰的战士 从五六米高的船上 一跃而下 背弓持刀 杀向操作投石机的奴隶 莫尼亚保持 逐渐姿势不动 黄铜色的光芒 筑起虚幻的墙壁 流星般的剑鱼落在墙上 绽放团团金光 无法撼动后时的墙壁 第944张速杀 领航的战船上 一位青年 跨剑背弓 奔至船手 他有着黄金般的长发 阳刚俊朗 眼眸如同蔚蓝的 不见云朵的天空 头上戴着桂花编织的王冠 头戴桂冠的青年 目光坚毅地盯着黄铜色墙壁 他摘下长弓 搭上一根金色的箭矢 缓缓拉弓 右臂肌肉随之膨胀 坚硬如花钢盐 剑尖凝聚金光 越来越亮 越来越亮 秀 金光积舍而去 命中黄铜壁垒 没有想象中的爆炸 也没有夸张的气浪 黄铜壁垒 在骤然爆发的金光中消融 箭矢驱势不减 射穿了莫尼亚的胸膛 这位女神捂着躺穴的胸口 亮呛后退 金发青年放下长弓 抽出直剑 高声道 无奈光明神左祭祀 奉大祭祀之命 征伐帕弗斯岛 言霸 高高跃起 朝着百米外的莫尼亚女神 来了一个跳展 质朴的长剑爆发刺眼的金光 女神莫尼亚高举盾牌 迎接跳展 剑和盾的撞击 如同一场可怕的爆炸 震得城堡周围建筑 一阵摇晃 墙体崩出裂缝 两人展开了激烈的近战搏杀 轰隆隆 震耳欲聋的水声里 一道数百米高的巨浪 从礁石崖后升起 朝着城堡奔涌而来 浪头立着深蓝色短发 手持钢叉 身段丰满的女神辛西亚 她驾驭着巨浪 直接盖在城堡之上 当头拍像降落在城堡外的 十几艘战船 这时 那位身穿金色长袍的老者 举起黄金法杖 高声吟唱 灾难已至 信仰光明 平息海怒 消除灾恶 神圣庄严的吟唱声 回荡于城堡之上 让光明神的信徒 闷恐惧消散 身心变得宁静自信和坚定 那即将拍下来的巨浪 顿时退朝 原路来 原路回 就向时间倒流 灾难平息了 巨浪退去后 舰队里传来悦耳空灵的琴声 一位秀丽纯洁的少女 低头弹奏巨大的竖琴 她穿着一体式长衣的身躯 蒙上淡淡的金灰 圣洁如同女神 远处的森林里传来嘈杂的鸟鸣 森林里的羊群 野兽 纷纷冲了出来 袭击村镇里的美神信徒 光明神信徒们士气高涨 挥舞战刀 拉开弓箭 图露着美神信徒 一 在空中俯瞰这一幕的张原青 忍不住发出声音 目前未知 她从这些光明神的信徒中 看到了消弥灾难 日之神力 御寿 治疗 航海 机关造物等能力 近战搏杀也很厉害 光明神的能力也太全面了 什么都沾一点 什么都会一点 这么牛逼的职业 第一大区居然没有 但现在不是思考 光明神职业缺失的问题 她从金发青年的话里 听到了大祭司的词汇 也就是说 帕弗斯岛的最终boss 是光明神的大祭司 她会这么想 不是没有道理的 首先 半神机的强者 不会出现在副本里 眼前的光明神信徒 尤其是三位精英怪 固然强大 但还不足以碾弗斯岛的 神灵之子们 S级副本的强度不该如此 所以一定有个大boss没出场 不能再坐山观虎斗了 先把这三个主宰级的敌人干掉 再统合帕弗斯岛的力量 对付大祭司 这样还有迎面 等大祭司降临 神灵之子们必死无疑 张元清心里默默盘算起来 高耸的钟楼上 丘比特拉开小宫 搭上黄金小剑 瞄准了正与女神莫尼亚的光明神佐基斯 金光呼啸而去 无视任何防御 闪避和抵抗 精准洞穿佐基斯的胸膛 旋即绕了一个大圈 射中一名女性奴隶 那名女性奴隶正遭遇追杀 尖叫逃窜 砰砰砰砰砰 金发青年心脏狂跳 对那名女士产生强烈的 不可阻挡的爱慕情绪 下意识地想出手援助 无对光明神的信仰 超越一切 包括爱情 她强行挪开目光 不再去看 专心战斗 光明神佐基斯的位格 明显比丘比特高 居然还是受到了金剑的影响 不可自拔地爱上女奴隶 我猜得没错 丘比特的攻和剑 是规则类道具张元清 瞧得很清楚 金发青年 有试图防御金剑 但剑矢无视了物理防御 这种特性很像规则类道具 海妖星西亚手持钢叉 从天而降 砸向金发青年 后者纵身后跃 在崩飞四剑的碎石中 咬住长剑 拉开木弓 射向星西亚 莫尼亚迟钝上前 格挡箭矢 在轰隆的爆炸中翻飞出去 擅长近战的海妖和骑士 联手对敌金发青年 打得尖顶 圆顶建筑 接二连三的坍塌 金发青年 有治疗辅助 以一敌二 不落下风 这个时候 银铃般的笑声 压过了战场的喧嚣 清脆悦耳 比百灵鸟的鸣叫 还要动听 Loda BV7 3 激斗的双方信徒们 不由自主地寻声看去 只见高高的钟楼上 站着一个美丽的女神 白金般的秀发披散 五官精致绝伦 气质清纯魅惑 皮肤白皙 他的魅力在笑容中完全释放出来 不管是光明神的信徒 还是美神的信徒 都迷失在了女神的魅力中 吃吃凝食 战斗 胜利 信仰 在此刻变得微不足道 赛克蒂亚从丘比特手里 接过木工 晚宫 搭建 黑影一闪 一名光明神信徒死去 他冷静开弓 射杀一个个光明神信徒 而那些被射杀的男人 哪怕在最后一刻 都沉迷于他的魅力 不曾抵抗 不曾清醒 金发青年健壮 当即脱离两位女神的围攻 朝着钟楼的赛克蒂亚 拉开弓弦 他对光明神的信仰坚定无比 免疫一切美色 但辛西亚和莫尼亚 没有给他射箭的机会 立刻展开激烈的进攻 趁着双方激战 张元清取出紫雷炮 悄然掠向 手持黄金法杖的老者 他改变了自己的容貌 无声无息地降落在甲板上 粗长地枪口抬起 对准老者扣动扳机 此次 紫色电弧跳跃朝着枪口 坍缩汇聚两秒后 紫色球状 闪电呼啸而出 黄金法杖的老者心有所感 立刻转身 横起法杖抵挡 轰 紫雷爆炸 炸断了他的黄金法杖和双臂 碳化了他胸口的血肉 狂暴的气浪 把老者先飞十几米 浑身焦黑地摔在地面 不再动弹 张元清转身 略向弹奏竖琴的女子 紫雷锤和紫金盾自行飞出 化作紫金色液体 覆盖全身 形成一件铠甲 他昂首发出尖笑 精神打击 浑身散发金光的少女 精神受到震荡 瞳孔呆滞 额头突起青筋 张元清如同鸡甲一般 凶猛杀智 右拳砸向少女 然而在拳头触及他的刹那 少女如同顺一般退去了十几丈 不 不是少女退去了十几丈 而是张元清倒退十几丈 他诡异地退回了袭击老者的位置 弹奏竖琴的少女旋即清醒过来 速手及弹琴弦 张元清感觉大脑一阵刺痛 精神随着琴声而动 失去了冷静思考的能力 但仅仅一瞬间 他就压下了琴声 作为幻术师和夜游神双职业 任何针对灵魂的法术 都是纸老虎 他刚才被精神打击震慑 失去意识 不可能再施展技能 应该是那件道具的功能 张元清思索几秒 再次冲向少女 那就试试谁的位格更高 他再次昂首发出尖笑 施展精神打击 让少女陷入灵魂撕裂的痛苦中 接着 他虚无化了物体运动的规则 不需要冲刺 直接出现在少女身前 既然对方的道具 能让敌人退后十几米 那就试试是幻神心脏位格更高 还是少女手里的道具更强 答案不言而喻 扑 紫金色的幼拳砸中少女的头颅 当时上演了西瓜爆炸般的场面 血肉 脑部组织和骨块四剑 张元清其实也可以施展 日升加猎羊战神组合剂 同样能压制对方的道具 但这样一来 紫金铠甲也会不离身体 对于道具天尊来说 日游神的组合剂属于杀敌一千自损八万 非必要不想用 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双方都有些猝不及防 两位强大的光明神信徒 被一个突然杀出来的古怪人物杀死 整个过程不足三分钟 普通信徒杀红了眼 没有感觉到船上的动静和变化 但神灵之子们纷纷将目光投了过来 金发青年脸色骤变 莫尼亚 赛克蒂亚等人 则又惊又喜又困惑 惊喜于两名光明神信徒的死亡 困惑于突然冒出的神秘人是谁 为何帮助帕弗斯倒 难道是母亲请来的援兵 第945章副本核心机制 你是执掌什么权柄的神灵 为什么要与光明神为敌 见到两名同伴战死 金发青年大声力喝 几位神灵之子也暂停了争斗 看向一身紫金铠甲的神秘人 眼神里带着探究和疑惑 都想知道对方的来历 目的先弄清楚局势 张元清扫过神灵之子们 心里想的是 这时候公布身份 让他们看到面甲下的阿密尼 那我在帕弗斯岛的地位和待遇 将大幅提升 丘比特的刁难也会迎刃而解 那些抢人所难的任务 应该不会再施加于他 后续在应对光明神信徒的部署上 他也能参与进去 成为画世人之一 但是 转念一想 丘比特性格顽劣 小心眼 极度心强 在发现阿密尼成为与神灵之子们 平起的人物后 会作何反应 尤其是自己百般刁难过阿密尼 还暗中使坏 让他和赫拉悉尼相爱 犯下禁忌 以丘比特的性格来看 心里的极度和忌惮 恐怕会空前高涨 转变成敌意 另一方面 神灵之子们 不会无条件相信 突然拥有强大权柄的阿密尼 就算接受他 也会做一些防范 比如 让赛克蒂亚色诱他 发生肉体关系后 碍遇职业便能操纵他了 如果是正常状态下 张元清自信 能勉强抵御赛克蒂亚的色诱 但阿密尼每日一趴的体质 只要夜里犯病 赛克蒂亚朝他摇摇屁股 他就一定就犯 想到这里 张元清忽然盘明白了 这个细节 阿密尼的特殊体质是个坑 只要他展现出价值 展现出强大战力 他就一定会被赛克蒂亚控制 副本给他安排这种体质 一定是有玄机的 玄机就在这里 想明白厉害后 选择暴露还是隐藏 便不用多说了 他用嘶哑难辨的声音说道 发什么呆 杀了光明神的信徒 说完 捡起少女留下的巨大竖琴 进入夜游 消失在所有人的视野 焦点人物一消失 神灵之子们立刻把矛盾 转向金发青年 后者脸色一领 没有犹豫 冲天而起 逃离帕弗斯岛 欣西亚 莫尼亚两位擅长近战的女神 紧追其后 三人越飞越远 化为黑点 直至消失 三名主宰级的首领 二死一逃 光明神信徒斗之全无 在丘比特 赛克蒂亚的带领下 美神信徒很快清除掉敌人 阿密尼房间里 星光升起 张元清打开物品栏 把一米多高的竖琴取出 读取物品信息 名称 莱雅牧羊琴 类型 乐器 功能 御寿 法规 介绍 莱雅是一位光明神信徒 也是一位牧羊人 她为光明神献上羊羔和羊毛 光明神赐予她 可以命令羊群的竖琴 以及牧羊人不被猛朔袭击的法规 备注 长期使用她 对光明神的信仰将愈发坚定 代价师用久了 会越来越信仰光明神 相比起道具的能力 这点代价轻微到可以忽略不计 介绍上写着牧羊 其实可以操纵很多动物 用来克制牧羊不错 最强的是不受袭击的法规 在主宰阶段 也是一项极其不错的保命能力 张元清把道具收回物品栏 备注里没有提不可带出灵径 那这件道具就是可以带出临近的战利品 莱雅牧羊群的品质 最多中级 如果没有法规 那就是低级品质 聊胜于无霸 可以送给小园保命 日暮 美神信徒们推着板车 一车一车地拉走光明神信徒的尸体 丢入大海 城堡的奴隶埋头清晰地面血迹 填埋花园和地面的坑洼 修补着墙体的裂缝 忙碌地清理着狼藉的战场 哭声时不时在奴隶和信徒间响起 尽管战争平息得很快 但光明神信徒仍然对帕弗斯岛 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死亡人数暂时没有统计出来 但绝对有数百之众 张元清和赫拉西尼 正用黏膩湿滑的黄泥 修补着墙体的裂缝 太可怕了 光明神的信徒太可怕了 赫拉西尼满脸的 心有余计低声道 我吓得都不敢出来 阿米尼我狠 需要你 可你为什么没在我身边呢 哦 我亲爱的赫拉西尼 当时场面太乱了 我想找你 但外面都是光明神的信徒 躲起来是最安全的 我相信你的智慧 一定能做出正确选择 不会有危险 张元清用深情的语调说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只有活下去 才能继续爱你 赫拉西尼很感动 但又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 亲吻亲忙 敷衍完赫拉西尼 张元清一边工作 一边将目光投向钟楼 辛西亚和莫尼亚 没能杀死光明神的左基寺 直到黄昏才返回 随后 四位神灵之子 就上了高耸的钟楼一室 城堡人多眼杂 只有高耸的钟楼 不会被偷听 钟楼上 丘比特缓缓 缓缓煽动洁白羽翼 扫过三位妹妹 道 那个穿奇怪盔甲的人是谁 若是母亲寻来的帮手 为何不和我们说明白 从他出手的情况来看 似乎是神王的下属 辛西亚和莫尼亚促起眉头 或者说道 至少目前来说 他是帮助帕弗斯岛的 丘比特冷冷道 若是盟友 为何要藏头鹿尾 既然藏头鹿尾 必有缘由 保护帕弗斯岛 不一定是我们的朋友 也可能另有图谋 赛克蒂亚模子微动 道 你的意思是 他的目标是 他低头看一眼美神居住的主楼 没有说下去 丘比特圆润可爱的小脸 露出与年纪不符的阴沉 神灵们都知道母亲的特殊 知道帕弗斯岛的弟弟藏着圣物 趁着母亲和光明神发生矛盾 潜入帕弗斯岛趁火打劫 不是很正常吗 赛克蒂亚摸了摸尖翘的下巴 昨晚确实有人潜入了地下室 三位神灵之子齐声道 谁 赛克蒂亚走到钟楼边缘 俯瞰城堡 目光落在某处 阿密尼 擦 他们看我干嘛 张元清心里一领 钟楼边缘 四位神灵之子并排而立 都将目光投向了他 张元清不动声色地挪开目光 暗中展开头脑风暴 他们怀疑我了 不应该啊 我的声音有做处理 带着面甲 也一容了 不可能通过音色和容貌 判断出神兵天将的是阿密尼 身材也不可能 铠甲包裹全身 不可能看出来 难道是气味 赛克蒂亚这个老司机能嗅出我的气味 但是 战场混乱不堪 血腥味 海腥味 动物的气味 以及数千人的气味混淆在一起 赛克蒂亚就算是狗 也嗅不出我的味道 那他们看我干嘛 张元清没想明白 打算召唤灵扑过去偷听 就在这时 城堡上空忽然刮起强风 紧接着 远处几名奴隶们兴奋地高呼起来 厄里加大人回来了 厄里加大人回来了 越来越多的奴隶欢呼起来 Loda BV7 3 厄里加 神灵之子中的最后一位 外出办事的厄里加回来了 张元清昂起头 看见一道黑影快速逼近城堡 他的目力能清晰地看见 那是一个有金色鱼翼的鸟人 不是丘比特这种背上长翅膀 而是双臂就是一双巨大鱼翼 有着金色鱼翼的鸟人 在城堡上空盘旋两圈 静止朝着钟楼俯冲而去 厄里加看起来似乎是风法师职业的 张元清悄然吐出一口太阴之气 操纵灵扑飘向钟楼 准备窃听神灵之子的交谈 厄里加外出办事 一直没有回归 什么事比帕弗斯岛的存亡更重要 作为临近高端玩家 他不可能放过收集信息的机会 刚才四位神灵之子诡异的凝望 也显得不正常 意识沉入灵扑体内的张元清 很快飘过一百多米的距离 来到钟楼下方 贴着楼身飘上去 在神灵之子下方五六米的高度停下来 丘比特的声音传了过来 厄里加 你终于回来了 今日帕弗斯岛刚遭遇光明神信徒的袭击 嗯 父亲那边怎么样了 他的后半段话里 藏着一丝忐忑和期待 父亲 是美神公开的那位情人 依次歧视职业的神灵 张元清忍不住又往上飘了半米 神灵之子们的对话更清晰了 只听厄里加语气凝重 父亲被光明神和大祭祀联手杀死了 母亲不敌两人联手 逃走了 他让我先回帕弗斯岛 他会想办法寻找援手 钟楼之上骤然一静 玄机是赛克蒂亚的哀奇声 天呐 他这一哭哭的不只是生父的死亡 更是帕弗斯岛的绝路 新西亚和莫尼亚脸色苍白 美眸中闪烁恐惧 慌乱和不安 战神的陨落 让帕弗斯岛的处境 滑向了不可挽回的深渊 张元清听到这里 顿时理清了美神和光明神恩怨的大致脉络 希腊的众神之王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前往了遥远的东方 光明神趁机发难 欲杀美神 覆灭帕弗斯岛 美神便与自己的老情人战神联手 对战光明神激起大祭司 而神灵之子们留下帕弗斯岛 应对光明神信徒的进攻 随后战神陨落 美神逃走 光明神一路追逐 最后在一处森林中 杀死了美神 美神的头颅影响了当地猎户 形成了精灵部落 等等 不对劲 张元清忽然一领 几个小时前 他还在怀疑 帕弗斯岛的最终 Boss是光明神大祭司 可眼下看来 能参与到神灵战争中 大祭司怎么也得巅峰主宰 巅峰主宰成为 七级S级副本的大Boss 这等于让父亲阳和父亲宣决斗 让魔眼找修罗生死PK一样 除了送还是送 张元清越来越看不懂这个副本了 厄里加继续说道 光明神追杀母亲去了 大祭司正在杀向帕弗斯岛 他的速度没有我快 我提前赶回来 身为幻术师 张元清感受到恐惧和不安的情绪 在头顶弥漫 这让他愈发确定 大祭司绝对是巅峰主宰级的强者 丘比特声音尖锐 光明神大祭司一旦抵达 我们都要死 所有人都要死 赛克蒂亚 唤醒那件圣物 这是我们唯一的办法 新西亚低沉的声音传来 可是 那件圣物只有母亲才能唤醒 不 赛克蒂亚悦尔的声线 向他献祭母亲的血脉 亦可唤醒 丘比特清脆的铜鹰里 夹杂着森燃 把母亲扮人扮神的血脉 全部献祭了 这 歧视职业的莫尼亚 皱起眉头 本能地抗拒这个提议 如果母亲回来 知道了我们的行为 一定会惩戒我们的 丘比特冷冷道 莫尼亚 我们没有选择 保住帕弗斯岛 等待母亲的消息 是我们唯一能做的是 献祭半人半神的血脉 还是献祭整座岛 你觉得母亲会选哪一个 如果你不同意 那就献祭你 我会和母亲说 你死在光明神信徒的围攻中 她的声音清脆稚嫩 说出的话 却让人遍体深寒 海妖星西亚道 那就这么做 今天晚上 召集所有半人半身的血脉 以地下室出现坍塌 急需维护卫油 把他们带下去 塞克地亚和厄里加对视一眼 我赞同 莫尼亚沉默不语 五米之下的灵扑 缓缓降回地面 飘飘荡荡地回归主人身体 此时的张元清 脑子里是一个大血的草 这一刻 所有的信息和线索汇聚 她彻底参透了 S级副本 帕弗斯岛的剧情和攻略方法 张元清打开任务面板 明示着主线任务 活下去 原来 她不属于帕弗斯岛阵营 也不属于光明神阵营 其实 主线任务已经给出提示 只有活下去三个字 而不是抵御光明神信徒的进攻 从她进入副本的第二天 就面临了丘比特的威胁 普通的爱与职业进来 根本不可能完成两千只箭矢的工作 第三天 也就是今天 丘比特又给她安排了 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危险强度逐步增加 非要置她于死地 然后 就在刚刚 她成了限级名单中的一员 帕弗斯岛和她根本不是一个阵营的 从上岛开始 她就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当然 光明神阵营同样也是敌人 她是独立出来的 夹杂两个阵营间的人物 所以主线任务是活下去 在阵营冲突中活下去 幸好白天没有人钱险胜 否则今晚一定被赛克地亚睡 然后因为支付嫖资 无法拒绝进入地下室 死路一条 张元清心里一阵后怕 理清了副本的核心机制后 她该着手制定攻略 首先是活过今晚 第946章反制 厄里加回归后 神灵四子变成了五子 就算清静底牌 我也不可能打赢五位主宰 且是高位主宰 虽然我有三位主宰级灵扑 和一位主宰级音师 但都是七级层次 神灵五子是八级 当然 打不过可以不打 作为夜游神和幻术师 我想躲 没人能找到 张元清一边涂抹黄泥 一边私存 理智来说 躲过今晚 不与神灵五子对抗 是最佳选择 之后 弃用阿密尼的身份 易容成普通人 待在城堡外的村镇 便可以避开神灵五子 等他们献祭掉 同母义父的兄弟姐妹 唤醒所谓的圣物 自己便可做山关火斗 让光明神大祭司 和神灵五子死磕 但是 这个副本 有这么简单吗 S级的副本 只需要藏起来 等待敌人们互掐 直到帕弗斯倒沉默 就可以通关 张元清觉得不可能 这里面一定存在 非把我卷进去 不可的设定啊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 副本不可能 让我轻松 堵过这次生死危机的 张元清 心不在焉的工作着 等天黑下来 我就抓紧时间 把赫拉西尼睡了 先把今晚的 每日任务给做了 这样才能腾出手 应对意外 然后再顿到岛上 僻静之处关心 看看怎么应对 他在心里权衡片刻 便有了想法 很快 太阳落下海平面 只剩金红色的晚霞 倔强地挂在天边 染红了海洋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 张元清和赫拉西尼 放下手头的工具 在水井旁洗干净手脚泥巴 然后两人分到了 四块面包 半只烤羊腿 两碗蔬菜汤 两人坐在 填满好坑洼的花园 边谈笑风声 边享用晚餐之际 美丽的女神 塞克蒂亚走了过来 笑音迎道 阿密尼赫拉西尼 有件事需要你们帮忙 来了 张元清露出热情的 讨好的笑容 美丽的女神啊 只要是您的吩咐 我都会努力完成 哪怕付出生命 我发誓 赫拉西尼大怒 瞪了一眼舔狗禽狼 玄机附和道 塞克蒂亚大人 您有什么吩咐 塞克蒂亚白皙绝美的脸庞 挂着浅笑 因为战斗的缘故 母亲居住的主楼 地下室出现 坍塌你们知道的 那栋楼是禁忌 谁都不能进 但坍塌的部位 总得有人来修补 你们进去 比奴隶更让人放心 赫拉西尼听懂了 对方的意思 比起奴隶 当然是他们这些 拥有美神血脉的 私生子来干这个活 最好 他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我现在就去 塞克蒂亚微笑摇头 不 不用着急 等天黑之后 我会再来找你们 忙碌了一天 吃完晚餐 先回房间休息 养足精神 他看向阿密尼 眨白一下眼睛 阿密尼 你呢 是担心闹出太大动静 被奴隶们 发现弟弟的秘密 神灵之子们 解除美神的封印 也需要时间 张元清恭声道 您就算让我去死 我也义无反顾 塞克蒂亚哥哥娇笑 扭着圆屯 连步款款地离去 赫拉西尼妙目圆瞪 气道 阿密尼 你刚才的样子 就像一只 没有尊严的猴子 求偶的猴子 张元清放下羊骨头 和半个面包 拽起赫拉西尼就走 面包还没吃完 阿密尼 你要干什么 让你见识一下 我的歉意和诚意 天还没彻底黑下来 阿密尼房间的床 就开始摇晃起来 歌之声里 夹杂着赫拉西尼 咬紧嘴唇 竭力忍耐的身影 四十分钟后 张元清消除了 每日一趴的负面Buff 把赫拉西尼 拉入梦境 然后化身星光 消失在房间里 片刻 他出现在帕弗斯岛 某处僻静的森林 取出大锣心盘 盘腿而坐 仰视天空中 密密麻麻的心动 帕弗斯岛接近热带 这里的星空 璀璨又漂亮 张元清 沉浸在观星中 随着星象运转 渐渐看清 命运长河 一刻钟不到 未来的画面 在他脑海闪过 他看见了 丘比特 圆润可爱的脸 背景一片模糊 这位小爱神 愤怒咆哮 阿密尼呢 阿密尼在哪里 这些血脉 肮脏的杂种 必须极其足够的数量 才能唤醒圣物 差一点 只差一点 我们一定要找到阿密尼 愤怒的咆哮声里 张元清 睁开了眼睛 他刚才在推演 自己躲藏起来后的未来 得出的结论是 躲藏的代价是死亡 至于如何死亡 星象没有给予暗示 更别提是未来的画面了 不过 作为新官 解读未来也是必备能力 要唤醒圣物 就必须把岛上的 半人半神全部献祭 缺了我一个 唤醒失败于是 当大祭司降临帕弗斯岛 无人能挡 我也死于那位大祭司之手 因为对方是九级巅峰 所以观星推演不到细节 张元清抽了一口凉气 躲过了今晚 躲不过大结局 可今晚不躲 就成献祭名单的一员了 他同样不是神灵无子的对手 硬碰硬的话 结局还是一样 就算清静底牌 侥幸赢了 也是惨胜 等光明神大祭司一出场 依然是必 叶斯吉还是叶斯吉 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张元清愁眉不展 他再次往星盘里注入星光 开始了第二次观星 他要在观星中 推演出一条生路 咚咚 敲门声把赫拉西尼惊醒 他下意识地摸向枕边 没有摸到自己的情亡 他一下子清醒过来 起身环顾 漂亮的眼睛里尚存一抹茫然 咚咚 敲门声再次传来 LodaBV7 3 赫拉西尼掀开瘦皮毯 走向房门 是阿密尼回来了吗 大半夜的你跑哪去了 打开简易幕门 外面站的是婷婷玉丽 美艳性感的赛克蒂亚 见到是她 赫拉西尼才想起晚上有工作 连忙问候 尊敬的赛克蒂亚 晚上好 赛克蒂亚依旧是温和友善的浅笑 睡得怎么样 非常好 感谢您的人词 让我做了个好梦 赫拉西尼回忆微笑 但阿密尼似乎没有醒来 赛克蒂亚看向昏暗的房间 只见床上空空如也 不由一愣 阿密尼呢 赫拉西尼茫然摇头 我醒来的时候 她就不在了 赛克蒂亚表情一沉 就在这时 狼道里传来阿密尼的声音 哦 我美丽的赛克蒂亚 你的到来 让简陋的房子变得宽敞明亮 散发光辉 赛克蒂亚看着返回的阿密尼 陈宁的脸色转为轻柔微笑道 阿密尼你去了哪里 赫拉西尼找不到你 非常着急 张元清痴迷地看着美艳绝伦的脸庞 今晚的月色很美 赛克蒂亚听不懂这个梗 不然一定会要求他上床一叙 他说道 走吧 大家都在等你们 丘比特性格急躁 去晚了 他会生气的 拿丘比特压我 张元清心里喝一声 赫拉西尼一听 果然露出畏惧之色 回到床边快速穿好草鞋 拽着张元清的胳膊 阿密尼 我们快走吧 张元清点点头 跟在赛克蒂亚身后 离开了奴隶们休息的肩顶建筑 三人穿行在安静的城堡里 因为白天战斗的缘故 城堡坍塌了不少建筑 在寂静的夜色里 如同荒废多年的古堡 阴森得很 不多时 他们来到主楼前 看见了聚集在主楼外的神灵五子 以及十四位半人半神的私生子 这些私生子里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年纪最大的 已经长出花白的头发 半神们低眉顺眼 保持沉默 一副没地位的数字模样 见阿密尼和赫拉西尼过来 丘比特扇动翅膀 绕着张元清盘旋 微笑道 我怕扶斯岛的正义之神 我亲爱的阿密尼 今晚之后 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争执和仇恨 我不会再针对你 我发誓 黑暗里 他的眼睛灼灼明亮 闪烁着兴奋和畅快 丘比特绕到张元清身后 趴在他肩膀 小声道 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 是我让你和赫拉西尼相爱的 他眼里净是野鱼 莫尼亚皱了皱眉 丘比特 不用说这些 他目光扫过半神们 道 人到齐了 去地下室吧 等等 张元清开口 莫尼亚眉头皱得更紧 阿密尼 修补地下室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你和丘比特的过节 以后再说 真进了地下室 哪还有以后 张元清态度谦卑 尊敬的莫尼亚女神 您误会了 我不是要指责丘比特 恰恰相反 我想为丘比特献上一支舞蹈 世上最华丽的舞蹈 为我献上舞蹈 哦 为我献上舞蹈 丘比特在空中盘旋飞舞 哈哈大笑 阿密尼 我很期待 张元清后退几步 把手挪到后背 悄然取出陈旧的黄皮葫芦 摆在地上 然后 他在众人或茫然 或审视的目光中 张开双臂 掌心朝天 像个癫痫发作的病人般 抖动起来 紧接着画风一转 款款扭腰摆臀 双臂如舌般摆动 突然又四肢肌肉鼓起 舞蹈变得苍劲有力 摆臂转身之间 虎虎生风 三十秒后 张元清停止所有动作 朝黄皮葫芦躬身 请宝贝转身 一线豪光自葫芦口冲出 有没有目 修得射向丘比特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定中他的眉心 急速旋转 丘比特的脑袋 在众人惊恶的目光中滚落 白皙的小脸布满血污 金具之色凝固在脸旁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谁都没有反应过来 谁都没想到 事态的发展会是这样 一个个瞠目结舌 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 这时 阴影里出现 另一个阿密尼 在众人反应过来前 掠置丘比特尸体前 一脚踩烂脑袋 俯身捡起了小弓 金剑和千剑 那个阿密尼拉开弓 搭上金剑 朝着阿密尼射出金剑 金光一闪 洞穿了张元清的胸口 然后转了一圈 折返回来 洞穿女神莫尼亚的胸膛 这个时候 赛克地亚率先反应过来 瞳孔剧烈收缩 高喊道 快 夺回金剑 他仍然不明白 眼前发生的一切 是怎么回事 但意识到 两个阿密尼想做什么了 厄里加脸色一凝 金色羽翼挥舞 无数把风刃暴雨般的 斩向手持弓箭的阿密尼 当时时 女神莫尼亚挺身而出 在双方之间 竖起黄铜色的壁垒 挡住了无间不摧的风刃 分身阿密尼接住飞回的金剑 再次拉开弓弦 瞄准了海妖新西亚和本体